李登辉最近的一跳出来啊 说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 台湾已经独立了 但是丙中特别找出我小的时候 1996年李总统在国民大会怎么说呢 他义正此言的说啊 中华民国在台湾 却主导整个中国的统一 有什么不好 对有什么不好 这完全就是丙中在2012年 中天台湾顾问团讲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 谢长廷访问大陆 我就说那既然都可以交流来往了 为什么不能谈判统一呢 台湾人去争取统一的这个主导权啊 结果一进广告 周玉珂就对我说 哎呀你们新党年线好奇怪啊 怎么会觉得台湾有机会去主导统一呢 啊当时我就反问扣扣姐说 那你又不敢主张台独 你又说不可能主张这个主导统一 那是等着被捅吗 只有周玉珂说 哎呀台湾人本来就整个被 啊没有 就不接话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到底当时候1996年李总统 和2012年的王炳忠说了什么 李总统今天以坚定的口闻表示 中华民国在台湾可以主导国家的统一 民进党很多的这个代表 你是先说反对这个统一啊 事实上啊我要说主导国家的统一啊 中华民国在台湾会主导国家的统一 有什么不好啊 你发展到这个是民主改革 是自由民主的社会 再到了这个大陆去 我们来指导有什么不好啊 看到今天西洋庭开启第一步 但是这样的一个所谓政治对话 我认为是个准政治对话 它当然有政治意涵在里头 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的调酒师 不可能见到戴炳国这样的一个层级的人 但是他在政治意涵上 又名不正言不顺 又不像连爷爷当初是国民党的主席 这么名正言顺 有点像小三去求人家 这个就有点像蔡伟教授刚刚提到的嘛 你这个位阶上气势上就不够 所以是不是与其这样遮遮掩掩 这个游爆琵琶半遮面 不如有尊严的去谈 我们可以共同迈向统一 两岸的中国人可以共同追求 未来的一个新希望 这个是不是可以更为尊严的 台湾人来主导未来中国的统一 所以可可姐啊 以后你别再说什么 现在年轻人那样奇怪哦 我只是听你最崇拜的 我小时候的李总统讲的话啊 我小时候的李总统